我不打 從來不打小孩了 你怎麼這樣 你叫我們怎麼做人 對啊 我自己也傳到惡果 因為我愛的教育 老大跟老二都還算滿成功的 可是許老師這樣我真的 我真的逗不過他 然後我都是被他氣到 就是衝回房間 然後先倒酒 然後氣一磨掉 這樣一直打 其實你都沒有喝邊喝 因為有一天他現在跟我講什麼 他說 妳知不知道 妳知不知道妳現在為什麼 我們還會紅 我說為什麼 他說 我說一鼓氣堵住 妳要是沒生我的話 妳現在已經不紅了 天啊 我說不好意思 他說因為我現在是很紅的 我現在很多人在關注我 我說妳是不是講反啊 今天如果妳媽媽是一個路人 沒有人會關注妳 他說還是會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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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明明就是妳耶 他就是妳耶 他就是妳 不要再欣欣爆棚耶 真的 最難交的孩子 就是跟你最像的孩子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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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說 那他不就是跟你一樣 我祝福 不要忘了 但是他這個年紀 還有我在家 根本就是一個完全是 非常謙虛 然後低調的人 然後也是很用愛心 甚至就是也不敢跟媽媽頂嘴 我是只有上個節目 我才會表現出那種 好像怎麼樣很 所以我真的很冤枉耶 真的嗎 真的 來 你們這樣都容忍他了啊 就只有我爸 我老公出來講說 你再這樣的話什麼什麼 然後他就會那個 稍微收斂一點 但是他就 爸爸一手他就跟阿嬤說 我剛剛也只是在演戲 我 我 教他 對不對 我根本不怕爸爸了 你最怎麼樣 我這個老三要怎麼教啊 他幾歲 應該是 我是以為妳的 選 他幾歲 我來問妳的 我怎麼會幾歲 可以算一下 應該今年四月十歲 十歲 好 就是剛好進入 怎麼辦 我覺得他已經 你後面青春期還得了 對 我覺得我會每天落淚耶 真的 他們都要整吧 不是 因為我覺得要看 在處理小朋友問題的時候 會不會有時候真的是太軟 不是說一定要打 但是我覺得 那個 堅持這件事情滿重要的 有些東西就是 家規就是家規 那家規大家都會講 等一下 你兒子幾歲 一個十一歲 一個九歲 兒子是九歲 跟他差不多 十一歲 跟我女兒差不多 我跟你講 前青春期 是啊 你不會打 青春期 你不會打 我會 可是你小孩不會像我女兒講 就是那種 可惡的話吧 有啊 他也有跟我講說 在小一的時候就講過 講什麼 我為什麼要聽你們大人的 所以當然 你態度是很囂張的嗎 就是很生氣 一定是定他規矩 或者是叫他做什麼 他這麼開心 我為什麼要聽你們大人的 然後你怎麼辦 你要回什麼 沒有 我就回他說 幫 等一下 我聽到了 先讓我拍麵膜猜一下 好 你可以把媽媽跟你講 那是麵膜 麵膜 拿下來這樣 還在摸 還在那麥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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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還在那麥膜 你叫小孩怎麼聽你的話 不能 不能那麼亂 對啊 你就是配人 對啊 當下的時候就跟他講說 我有聽到你 我有聽到你講的 對啊 但是還是要正面回答 這個問題啊 可是他當下的時候 他沒辦法繼續頂嘴 因為他不知道下一句 對 他沒學好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接 可是我們家老三是 可以一直接 不現的 這個就是爸媽的回應的方式 我們一直在丟 丟東西讓他們可以回 所以我覺得應該安靜是不是 對 有時候其實 他就是想要爭取你的回應 所以我故意要激怒你 看看你能不能來 跟我聊幾句 話外音 尤其是越往那個青春期走 他們越會這樣子 可是他在外面喔 因為我朋友帶我老三去露營 然後就其中有他 那個我朋友的兒子 結果看完我女兒 就是一直有那種 好像有氣息 對 然後那兒子就是看我下去說 你是不是有公主病啊 然後我女兒竟然回答她說 等一下 你是不是看 不是 我有笑了 然後後來呢 從你學來了 跟他一樣 我沒有接他 我們已經不學了吧 然後後來他們玩遊戲 然後玩完之後 他們就說 來 小朋友要幫忙甄莉喔 然後那個兒子 就看到我女兒 好像沒有要很主動幫忙 他說 你為什麼不幫忙忙啊 你真的是公主病耶 他說 當然啊 還哭人 哪來 這什麼年代 還可以用哭人去兩次 你說這小孩 還有救 有啦 有問問方法 專家來了 只要這孩子用什麼 我只是 我本來是很想把他送去那個廟 你明明有 你知道台中有一個廟的學校 古台 好 我常常說 你再這樣的話 我可以送去台中嗎 我真的送過耶 而且我還送了有一次 他真的太 太讓我生氣了 我直接說 來 你現在跟著 親愛愛樂 在南投埔里 從埔里 走路 走兩個禮拜 不眠不休 走到墾丁 他就去了 他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然後回來有變很乖嗎 真的超乖的 所以你兒子真的有去讀 那個廟的學校 他沒有去讀 但是我想盡根本辦法讓他 知道有這種地方的存在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說他女兒也是 非常就是愛頂嘴 然後就是很欠揍 他就真的把他送去 那個廟的學校 是不是很棒 然後就跟我們講說 讀了一年之後回來 就真的懂得規矩 不會頂嘴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常常會跟我女兒說 你再給我講話 這樣這麼沒禮貌 我送你去補台 我就送你去台中 對 然後你就只能這樣 然後講到最後我婆婆就說 阿西弟 媽媽不喜歡 就聽到你的送 要把小孩送去補台中 你怎麼說 你怎麼會這樣 不會很擔心的 然後我說媽媽 可是他常常對你也沒禮貌 他說 喂 你是送到台中 我會想他啊 最後真的沒辦法耶 我現在還知道 廟要處理 那麼多教養問題 我真的假的 台灣的廟都難開 沒有 她那個廟學校 還是多餘的學校 對啊 所以我到底要怎麼辦 我是要不理他還是要 沒有 我真的送去廟裡面嗎 對啊 前青春期到青春期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把家規定好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把 我們家裡面可以怎樣 這件事以前坐下來 好好跟孩子談 譬如說 對父母講話的態度 什麼叫做我覺得的沒禮貌 那為什麼他們會對家人 不會對別人 對 因為你是最親密的 所以我 那毫無保留當然是 包括我們最私密的 那一個部分是 為什麼你要說 不是 對啊 對啊 我就知道 我跟妳臉好近喔 我也嚇了一下 我們聊到私密處啦 最私密的地方 我跟妳講 真的 我嚇呆了 是情緒好不好 情緒 對 是情緒 對 因為情緒會在外面 展現出來的時候 他會覺得丟臉 然後他們都很愛面子 他們 所以回來的時候 就會把所有的情緒 都倒給家人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有時候 我就說要先轉念 他一定很愛我 他才會全部都給我看 還是說 我自己去廟臉 怎麼樣 把妳的自己的情緒 關一關 我自己去廟臉 希望好好處理兩個月 因為你如果 不先冷靜跟轉念的話 你接下來的處理 都不是正確的 包括打啦 罵啦 直接告訴他說 我這麼辛苦 回來的時候 都還煮飯給你吃 然後我還要上班 然後我還要接你 安親班 我還要幹嘛 等等這樣子 就錯了 一連串就開始都錯了 難怪我老公說 到了小孩子青春期的時候 剛好我更年級 他要出家三年 好慘 我非常偶爾會間斷性的是 喝酒會出現這種狀況 那個歇屍弟弟 你知道那種歇屍弟弟 對 就是會大哭大罵 然後就是衝我女兒大罵 然後完全不記得 然後隔天我女兒就說 媽媽妳真的好可怕 我說我不想聽 然後可是我就說 我做了什麼 罵上話嗎 他說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 他們會約同學到家裡來玩 然後我就說 那妳同學有看到嗎 他說 不是 可是因為那同學不要喝 可是那個同學 常常來我們家住 然後每次我就說 他們就看到那個阿姨又在喝酒 然後我一開始就跟他們說 妳看什麼 他們就覺得說 妳媽好好喔 他都跟妳們聊天什麼什麼的 然後到最後就開始說 沒有 妳知道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就不收拾 你家那個就不想 為什麼要不要亂生這樣 為什麼要不要亂生 開始管他管你 然後在開門 然後我女兒跟他同學在那邊 那個 好像在做報告 我說 不要再我演戲了 是在線上交演還是玩什麼 玩什麼線上遊戲對不對 演什麼戲 演什麼戲 妳好可怕 我告訴我 他同學會架子吧 你先看電影 你會摔東西嗎 不會 你會摔東西嗎 我不會摔東西 但有一次那個 同學剛好也在 也是在我們家隔天 他們就在敘述說 我昨天什麼什麼 然後那同學就說 而且阿姨你昨天還打我頭 我說 真的假的 放手了 我說我怎麼會打你頭 他說你突然怪了 然後就這樣往我後腦刷 霸下去 妳是以為他是你女兒是不是 我說真的還假的 我說對不起 他說騙你的啦 好可怕喔 因為你真的不記得 對 我想說我如果大別小孩 我怎麼 我這輩子怎麼活下去了 你怎麼跟他家長交代啊 天啊 雪影就還好啦 可是我覺得 我有很大的問題就是 到底一開始要怎麼樣 才會有人訂閱啊 這件事情就很難 對 怎麼開始 等一下我們兩個 我們也先手先手 因為我也開始了 但是 我目前訂閱人數剛過500 我好開心喔 我的天啊 我都心意 我好像都很夢想 我會開始啊 好像一直鼓勵自己 一直鼓勵自己 把破破500 然後破1000了 然後下次要破兩次 你就會跑到 可是我們在擺的時候 自己游走好久 我才七百啊 我都說我們兩個人 摺板 怎麼來這裡幹嘛 我告訴你 影片有多難看啊 我以為 我以為我的內容還OK 就是因為一開始 我為什麼會拍 是因為我之前 跟我朋友出國的時候 然後其中有一個是 導演的朋友 然後他就在這整整 路程中 他都說 我覺得你懂很多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拍影片 教大家這些 你知道的小知識 或是旅遊上的 一些事項 然後我就想說真的嗎 導演講的 就覺得我應該可以 所以我後來就真的做了 然後我就 自己拍 自己剪 然後而且因為 我非常喜歡老高 就是一個YouTuber 然後我非常喜歡他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致敬他 我就是學他的模式 想說這樣搞不好 一開始還會有一點話題 想說有人模仿嗎 對 但是他的特量 就沒有 一開始就每支影片 大概七十多人吧 然後其實 有沒有人發現 你是在模仿老高 當然有 因為我很明顯 我一開始就會說 哈囉大家好 我是Kim 小高 我是一模一樣學他 那就是有撐到嗎 但是沒有 那些幾都是 七十幾 就是周圍的人 而且甚至我還就是想說 一開始到底要怎樣 我想進步 然後也沒人留言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還就是找我姐說 你幫我看一下 然後告訴我問題在哪裡 然後我姐就看了 可是她好像看兩分鐘 她就關掉我 然後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怎樣怎樣 不是 妳連看都看不完嗎 沒關係 妳今天有影片嗎 有 我們放出來 然後請專輯 就是這些前輩 好 雙鏡問妳出來 好 試試看 哈囉大家好 我是Kim 小高 咱們今天來說 高級餐廳 等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穿這樣子 正式 因為我們要去吃高級餐廳 所以要穿得也要正式一點 對 那我先告訴大家 餐廳 這個字 餐廳 對 餐廳 它是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從法國開始 它是英文 但它其實之前是法文 你看它的拼音 其實就覺得有點不美式 在1765年的法國開始 其實是原本有一個賣湯人 他在他的店外面 放上了一個牌子 寫了幾種不同的湯品 就在以前賣東西 這些商人 他們其實沒有選擇 就是賣一種東西 所以這是第一次有Menu的概念 是從法國開始 Restaurant這個字的意思 其實是恢復 所以湯那時候對於它來說 是一個恢復經歷的東西 這個字就產生了 就是由Menu 可以選擇 這家Restaurant 這就是完全性的 學校教學影片 怎麼可以 你很用心 腳票會碎成一片的 剪輯已經剪完 我自己剪 碎成一片的那道影片 我覺得 我們問一下老藝人 老藝人是不是都覺得受不了 真的看不下去 因為我有點悶 很悶對不對 對 有點悶 而且誰要上Restaurant 由來啊 對 所以七天老大他剛才那影片 是怎麼回事 你覺得問題是在哪 這很 問題很大條 沒有 大條了 對啊 沒有你 其實 好 你主題下了之後 你一開始你要點觀眾 他的需求是什麼 他想知道什麼嗎 就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講說 你們大家每天都在吃餐廳 但是餐廳這個字的由來 我想要告訴你 原因是很好笑喔 不要轉台喔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 你自己cue 或者是對類似這樣的東西 先買一個梗 就是說你們等一下會嚇到之類的 沒有 他一開始他就講說 大家那Restaurant的由來是 我覺得是少了你的個人特色 因為如果模仿行不通的話 那就要換一個 對 你沒有很強烈的東西下去 去表現他 但也許你的導演 對 你的導演看到你的特色 是你在遊玩當下 可能很可愛或有婆婆 結果你拍 跟他怎麼不一樣了 坐好好像有點太... 你為什麼一... 好擔心的臉喔 對 因為我覺得 我會覺得說 怎麼會拍生那麼難的臉 真的 玩得比男性快高 你起碼這個人設 你怎麼好意思說我 來 姐姐 試試看 所以你這個人設 比如說你就是一個 很GY的女生 對 對 好美食 沒吃過 看我吃什麼的 我愛吃什麼的 你懂嗎 你不懂 因為香巴辣 先把他罵一頓 然後再去檢視 對 人家有人設 對不對 沒錯 剛剛那個人設 我好像在哪裡看過 在哪裡 像是許好山的感覺 你是不是偷偷套入 你是不是偷偷套入 我是怎麼看過那個人設 我現在不想要提到他 我就讓他吵一叫 我怎麼會開心 興趣可以啦 我覺得 就是變成一個 一個專業舞者 像徐芳瑩這樣 相信你們要 跳得這麼棒 就是你會覺得以後 朝這裡發展 是不是也是很不安心 可是我相信 他想學跳舞 不是想真的變成舞蹈 是因為現在有很多可能 團體啊 或是唱跳 我覺得呈現方式 年輕人有很多 或是像很多人拍抖音 他也是平常 就是一段舞蹈 所以我相信他想的是 有多元性一點的 不一定是說我跳舞 我一定要當舞蹈 我沒當舞蹈我就失敗 那就更慘了 那請問學這個 請問你有想當Youtuber嗎 沒有耶 因為我這時代不太會講話 所以我也沒有想當Youtuber TToker 你跟我吵架的時候 怎麼這麼溜 那是因為有靈感 就是有一個點 我剛才那邊音量 那是怎麼突然提起來的 靈感 但是他也不錯啦 就是他自己去做一個 就是徵選 是什麼五顆星 對啊 他去徵選 從幾百人裡面選出五個 然後他自己有選過 但是我也跟他說 就好玩就好了 不 Ivy 我跟妳講 妳不知道妳有多幸運 真的嗎 對 這個孩子在這樣的年紀 他就展現出 他對什麼事情 是這麼地有興趣 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在這方面給他幫忙 你知道有很多小孩是 到二十歲 我就在幹嘛 對 我們以前就是這樣 那才是妳真的要哭的 我告訴妳 這麼小 我跟你講 如果這麼小 好啦 我現在稍微安心一點了 真的 這麼小 就展現出一個隱形 因為這麼什麼 那個沒有站起來說 我吃飽了什麼 我就覺得 很不安心啊 對啊 因為妳要 妳真的要 感到幸運 那妳可以在這方面 給他幫忙 因為他這麼小 他就展現了 他的一個企圖心 跟他覺得 你知道人為什麼會成功 就是他對某些東西 他特別有專注力 他的人生願意 把所有的熱情放在這裡 他這麼小 就找到這個東西 這是多麼美妙的事情 羅斯福總統夫人有講過 一句話 真的嗎 進去 真的嗎 黏黏黏黏黏 我們Key一下 羅斯福總統的照片好不好 你現在 夫人 你不要讓我們的後製 很麻煩好不好 還有 也是兩個年輕人來問他說 我將來要做什麼 他說 做到最 rising OK 人生不就是名跟利嗎 如果我以世俗來講 可是妳在妳的領域做到 妳怎麼會沒有名 妳怎麼會沒有利 養活自己怎麼會困難 他也沒有委屈 為什麼 你怎麼樣都是賺 可是課業可能就荒廢了 比如說 哪有荒廢啊 現在有呼吸 會呼吸 有體溫就可以上大學 是荒廢什麼 沒有 像我們以周子瑜來說好了 他就是國中的時候 就已經去韓國了 那現在他也被徵選上了 有可能也要去韓國 可是我會覺得說 他被徵選上要去韓國 當練習生 就是那時候他去 之前有去徵選 他是周子瑜的接班人 沒有啦 如果是就好了 確定會去嗎 沒有啦 就是他已經有 徵選到最後的結尾了 然後但是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沒有再接下去 等一下 如果徵選上妳願意去嗎 可是因為我還沒有去傳過 所以其實我很擔詳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試試看 是 可能可以 妳知道要被選上有多困難啊 那個 六百多 六百七 然後選五個 對啊 我這樣子不知道 天啊 不知道在欠什麼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如果你去韓國 碰到周子瑜可以幫我 要當簽名照嗎 這不錯也要吧 這可能要好久 順便問一下 可以去台南跟他要比較快 那如果遇到酸喜酒的話 也跟我幫我要一下 如果遇到精炫牙的話 我跟你講 一人第二一個 如果要應付中華民國考試 它是有方法的 OK 所以媽媽不能一直勉強說 你什麼書讀得不好 你要知道它哪裡不好 然後它什麼地方好 OK 就在那個好的地方 給它加倍 加倍的 給它那個推動 不好的就算了啦 OK 所以還有什麼要溝通的嗎 沒有的話我們要換 另外一對母女囉 講話態度好一點 是不是她現在在我面前 都是裝乖 回到家對妳語氣是很糟的 其實她平常都很好 因為我跟她的一點好處 就是她幾乎沒有什麼事情 會隱瞞我 她主動會跟我分享 就算是女生就是要靠 講話抒發嘛 那我是覺得這一點很好 但是有時候呢 比如說 妳東西都沒有收 妳現在就是怎麼樣 可能我會有點不高興 她有時候回嘴會比我更大聲 這時候那個火就會上來 所以我希望呢 什麼事情都可以溝通 但是千萬不要口氣不好 因為 不管是媽媽或是做小孩的 都不要口氣不好 對 因為那很容易 情急之下就講出一些 很傷人的話 對啊 如果小孩 就是口氣不好的時候 妳都怎麼辦 如果說妳把那東西收好 然後她如果正在忙 比如說弄手機還是幹嘛 她就說 閉嘴 然後我就會說 什麼 妳說閉嘴 然後我就會說 OK 太棒了 然後就先開酒櫃 然後等到稍微有點 清明氣口我就會說 很沒有理由 但是妳酒瓶好 我怕我喝了以後 整個狀況 把酒瓶起來 對啊 對啊 OK 好 這樣算是那個 調解得很順利耶 是嗎 可以嗎 非常好 很厲害耶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